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然而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 而把自己这种非常强硬的那种思维 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 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 所以师父叫你们学佛人要学会修智慧 一定要修智慧 你不管见到什么样的人时 你不要去看这个人是非呀 善和他的过去 这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他这件事情做了对了 做了不对 你只要自己心中明白就可以了 心中明白 然而呢 他有善恶 有过去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那你要带着一种 精进的眼光来看 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 你知道这个事物在发展 他今天可以不好 他可以明天变得更好 那么你这样的自信不动 自己的本性你就不会动了 这就是佛界经常讲的 佛法界经常讲 外境变化 而你的本性 如如不动 你去看一个人 经常一开口 就是道人长短的人 他与佛菩萨的理念 就是相违背的 因为菩萨不论别人的是非 因为你进入了是非当中 你就会执着 所以你拥有了执着的心 你就会有执着的心 因为你的心指挥着你的行为 你就会给自己设立很多的屏障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单位里 不受人家喜欢呢 因为很简单 你不喜欢我好了 我也不喜欢你 你看不起我 我还看不起你呢 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屏障 他觉得别人总是错的 我对的就可以了 这个要差到好处 如果你自己的执着影响到 你的与别人的那种关系 不能融合 那你就是在障碍之中 障碍之中 你有一个方法就可以看看自己过头没过头 首先你不喜欢的人他讲什么话 你看看你能不能随缘 如果你他讲的话笑话你能跟着他笑 如果他讲的你觉得不要听的话 你也能跟着他笑 说明你是随缘的 你就不会进入了跟他的障碍之中 所以有障碍的话你就得念 这个消灾即强神咒了 对不对 跟他化解了 化解因缘了 解节奏了 化解因缘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要认知 认识和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善 他一定有恶 只要有恶的地方 他一定有善的地方 所以看人不要把别人看扁了 看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要想到还是有好人的 你看到很多善的时候 你要想到不容易 还有很多主爱在我的面前 你不执着 你就慢慢境界 就会自信不动 就是佛法讲的如如不动 所以不是说在人间看见了 你说你的心完全不动 实际上你的心是往哪儿动 你到底是进入是非当中 还是你如如不动的在佛法的本性之中 如果你今天在本性当中 你就不会进入是非之中 我这么讲 可能大家还不理解 师父举个例子 比方说两个人在吵架 你在边上你最清楚了 你最清楚这个人对还是那个人对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你心中很明白 但是等到你实在憋不住了 你掺和进去了 你说你这个人你不对 你不能对女士这样的 你以为她对了 她不对了 那么实际上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而这个境界就是是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别人不了解 我们就妄下定论 对这个人有点好感 可能我们就帮助他 包庇他 实际上这些都是因果呀 我们不懂 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有两个人在车上碰了一下 那个女士被他碰了很痛 但是这个女士一直在车上骂他 骂了时间长了 边上人会说 哎好了人家不想了你骂什么了 到了最后呢 他这个女士被人家弄痛了 最后呢人家道理的读到这个男士这里去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别人看到的只是一 没有看到其二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实际上任何事情来说 这件事情的发起还是由碰撞开始的 这就是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 有的时候你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真相 就像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一辈子 我们做错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会做错 人有时候不愿意做错事情 因为谁都不愿意做错事情 而这些事情因为你看不透 你觉得是对的 你后面才做错 所以当你做错了之后 你以为自己是对的 这就是人的无名 所以我们一辈子做了以为对的事情 现在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反过来看看我们做错太多了 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做错的事情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看我们是对的 所以佛教界讲眼见亦非真 你眼睛看到的也并不是真的 就是家里有两个人吵架 爸爸妈妈如果吵架的话 不一定是爸爸对 也不一定是妈妈对的 很多东西 但是孩子如果跟爸爸好 那就帮爸爸 觉得爸爸是对的 如果帮妈妈帮母亲 那么就觉得母亲是对的 这是人已经进入了是非当中 进入了一种偏见当中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能够懂得 眼睛看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耳闻亦是假呀 你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就像我们到了今天 这个非常发达的社会 我们每一天看着这么多的新闻 有多少条是真的 有多少条是假的呢 有的都是说要批谣的 有的都是说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当时看了 这个非常的气愤 或者非常的兴奋 而然而在几个小时之后 慢慢就知道了 这个是真的消息 还是假的消息 所以要先懂得内心的 如如不动 不管听到好的消息和不好的消息 心中控制自己的心 不要去动 不要去以为这件事情好 或者这件事情不好 所以明白这些道理 心如流水长自在 你们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谁照样在流 你看我们在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的心照样 如如不动的学佛念经 放生许愿 对众生好 能够帮到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心如流水长自在 因为心中有佛性的流淌 那我们不管碰到什么 外在的环境变化 我们都如如不动 所以云炉翻滚 这个何必有 也就是说 你今天云层的翻滚 你看到的 但过一会儿它又没了 你今天的烦恼是今天的 明天就没了 明天有新的烦恼出来 后天有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出来 这就是人活在人间 应该守住自己的清静之心 我们经常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心情 人总是有难免不愉快 不痛快的时候 有时候用现在的人讲 经常会遇到一些崩溃的事情 现在年轻人一开口就说 师父啊我崩溃了 过去人不讲崩溃了 过去人就是忧郁了 想不通了 痛苦了 心里烦恼了 现在人动不动就是崩溃了 那么不管发火 发怒 发飘 发脾气 你都是在生气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这个气是生出来的 你不生 哪来的气 你想不通了 堵塞了 气门堵塞 气场不运作 然后你这个气就生出来了 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 受伤的 记住了 永远是你自己呀 你跟别人生气 不管谁对谁错 你们记住了 不管是谁 你一定首先受伤 而且你受的是重伤 所以人家 真的有智慧的人 不会轻易生气 生活本来就离不过烦恼的嘛 你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哪离得开烦恼 所以调整自己的内心的 自己的心态 非常重要 就像中医讲的 一个人要学会调养身心 调养自己的内脏 今天火大了 多喝点水呀 像很多南方 我们的佛友经常喜欢煲汤 最近天气比较凉了 它开始进步的时候到了 它就会包那些比较有营养的 比较能够热的那些汤 来调补自己 如果最近夏天了 天气比较热 火气比较大 那么就开始要清补凉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 来调节自己 不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 调整就会慢慢的 让你心灵当中的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本来就是平静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呀 这个世界 你想到了 每一天都会有人跟你搞 每一天都会有人骂你 每一天你都会不开心 那你却不开心干嘛 调节好自己 无需顾虑太多呀 对不对呀 你的内心本来无一物的呀 只是你听到了别人说了你的不好的话 或者眼睛看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你的心态才开始慢慢的改变 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能够稳固自己内心的思维 不让这些思维受到环境 环境的连锁影响 因为环境是一个连一个 一个连一个让你来接受的 很多人脾气本来是不大的 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开心的 再看见一个不开心的 因为人一般能够在心理学上来讲 如果承受了三个以上 他就开始慢慢的心态开始变化 不平衡 如果今天我看到你 就算我觉得你很讨厌 你讲一个觉得你很讨厌 哎呀能够忍耐 第二次又来了 再讲你 你又能忍耐 等到第三次再讲你 你也能忍耐 等到第四次 你开始脸不开心了 拉下来了 等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 你可能就指着他开始骂了 这就是人调节心态 还不够有耐力 所以保持好一个自己好的心态 否则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生活 后悔 后悔 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命运感到后悔 所以很多人一个小笨人 则乱打谋 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眼前的任何事情还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 实质性的变化 只是外表的烦恶 让你想到了我想要去改变它 我想要去让它变化 那么实际上你真正的变化还没有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的转变 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 后悔莫及 有的人知道自己今天的冲动会坐牢 会打官司 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的去做了 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